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四集 模拟试卷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参加HSK四集考试 HSK四集听力考试分三部分 共四十五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只要你打开电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现在开始 第一题 一 小王是我去年去旅行时认识的导游 他人很实在 我现在是导游 二 我只在周末的时候出去打工 平时在水果店里帮妈妈卖水果 我妈妈是卖水果的 三 虽然我们离得很远 但有时候我会给他发短信 或者问声好 或者讲个笑话 我每天都给他发短信 四 我最不会讲价了 去市场买东西 总是人家要多少钱 我就给多少钱 我只买便宜的东西 五 这首曲子非常轻松优美 而且令人心情愉快 我们坐下来静静地听一会儿吧 这首曲子不会让人紧张 六 我认为应该对那些认真负责 热心助人的公共汽车司机进行表扬 我们要表扬所有的司机师傅 七 去朋友家做客之前 最好是先打个电话 不然会显得不太礼貌 应该先打电话再去朋友家 八 我喜欢上网 经常花很多时间打游戏 看新闻 发电子邮件 我常常上网 九 我们大学同学的关系非常好 每年都会找时间聚几次 他们大学同学每年都聚会 十 今天是我的生日 老师说我可以当一天班长 这是我等了好久才等到的礼物 也是老师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不想要生日礼物 第二部分 一共十五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现在开始 第十一题 十一 听说小刘跟小王没来考试 他们病了吗? 哪儿呀? 他们昨天复习到很晚才睡觉 上午没起来 小刘和小王为什么没来考试? 十二 这么多种小食品 怎么还没选好啊? 电影都要开始了 马上就好 男的是什么语气? 十三 开学了 孩子要交多少钱? 我看看啊 服装费二百 书费六十五 班费五十 电影票钱三十五 孩子开学要交多少钱? 十四 音乐声太大了 吵死了 这还大呀 我怎么不觉得呢? 根据对话 可以知道什么? 十五 明天我要参加婚礼 你看我换个发型怎么样? 行啊 你的发型十多年都没变了 女的这个发型 留了多长时间了? 十六 听说您很喜欢中国的字画 是啊 每次来到北京 我都要去画店 看到满意的 就买回去几幅 男的带回去什么? 十七 请问洗手间在哪儿? 一直往前走 到头往右拐就看见了 女的想去哪儿? 十八 你觉得老李怎么样? 人不错 就是上班爱迟到 下班爱早走 根据对话 可以知道老李怎么样? 十九 老张 最近忙什么呢? 退休了 在家养养花 喂喂鸟 帮助老伴做做饭 这样挺好 退休后 老张感觉怎么样? 二十 房间里太热 打开空调吧 你刚进来 当然觉得热 我觉得还行 男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一 李刚 你带着女儿上哪儿去啊? 刚上完舞蹈课 我带她回家吃点饭 下午还得学钢琴呢 李刚的女儿 什么时候学钢琴? 老师,对不起,我不能上辅导课了,下午得去机场接我妈妈,没关系,你去吧。 男的 男的今天下午做什么? 男的今天下午做什么? 二十三 我的脸 我的脸色是不是很难看呀? 要不,我去做做美容? 我看哪,多注意休息,锻炼锻炼就行了。 男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四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哪些地方? 我可不像你,没事就去旅游,我只去过上海和广州。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五 苏珊 苏珊,回国的时候,你打算给妈妈带点什么礼物啊? 我妈妈喜欢中国的京剧,我要给她买一张京剧光盘。 苏珊要送妈妈什么礼物? 第三部分 一共二十个题,每题听一次。 例如 把这个文件复印五份,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三点半,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现在开始第二十六题 二十六 请问明天上午有到上海的航班吗? CA1346,十点起飞。 有稍晚一点的吗? CA6754,下午三点起飞,可以吗? 可以,买一张。 男的坐哪班飞机? 二十七 二十七 小刚,你怎么迟到了? 老师,我的表才八点。 你的表慢了十分钟,快去休休吧,别影响上课。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注意。 现在可能几点? 二十八 师傅,请在这儿停吧,我到了。 好的,请慢点下。 多少钱? 二十二块。 书画人是什么关系? 二十九 刘洋,好久不见,最近忙吗? 哟,大记者,你怎么来了? 来找你帮我妈看看,要不要做个手术? 阿姨在病房还是在急诊室呢? 在病房呢。 刘洋是做什么的? 三十 小王,什么时候让我们尝尝你做的川菜呀? 说实话,我做川菜不太拿手。 你不是四川人吗? 可是我已经离开四川好多年了, 现在都成半个北京人了。 男的家乡在哪儿? 三十一 校园里的取款机修好了没有? 没呢,还不能取钱。 可是我只有几块钱了? 没关系,我可以借你点儿。 女的为什么取不了钱? 三十二 这儿有你的包裹,是什么东西呀? 这是我从网上买的一条裤子。 网上买的质量能好吗? 还行,我买过好几次了。 女的在哪儿买的裤子? 三十三 小明,王阿姨给你介绍了一个女孩儿,你看看不? 妈,你就别瞎操心了。 怎么是瞎操心呢? 你都这么大了。 行了,别再说了,我去看还不行吗?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四 王刚,你网球练得怎么样了? 早就不练了,现在我学高尔夫呢。 你怎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谁说的?我这叫兴趣广泛。 女的说男的什么? 女的说男的什么? 三十五 这台洗衣机已经用了八年了,换台新的吧。 不是还能用吗? 能用是能用,可洗衣服的时候声音太大了,让人受不了。 好,那就换一台吧。 他们想做什么? 第三十六到三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希望利用休息日到农村去看看,尝尝农家饭,看看田园景色,去农家院摘水果。 他们希望回到自然绿色的世界,回到轻松愉快的生活状态中。 这既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又推动了农村旅游业的发展。 三十六 现在城市人喜欢做什么? 三十七 哪一项不是推动农村旅游发展的内容? 第三十八到三十九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新发地市场是北京最大的农贸市场。 北京70%以上的蔬菜,80%以上的水果都在这里卖。 随着节日的到来,到市场购物的车辆逐渐增多,给市场及周围道路带来了一定的交通压力。 三十八 新发地市场卖什么东西? 三十九 截日期间,新发地市场及附近的情况如何? 第四十到四十一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一想到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骑车去长城,就特别兴奋。 昨天晚上,我很早就上床了,可就是睡不着。 早上,一听到闹钟的响声,就马上起来,拿起背包就往集合地跑。 到了那里才六点,离出发还有一个小时呢,朋友们一个都没来。 想一想,我也太心急了,不过我真的希望早点看到路边的美景。 四十 他为什么很兴奋? 四十一 他们几点出发? 最近,在书店里阅读买书的人越来越多。 记者曾在五一期间到过北京市一家书店的少儿部采访。 看到书价前,有很多孩子都在认真地看书。 据说,有很多家长特意带着水果、小凳把孩子送到这里。 他们认为,这种读书的气氛有助于孩子从小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四十二 现在,很多人喜欢到哪里看书? 四十三 家长们为什么把孩子送到这里看书? 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对不起,老师,我得马上回家一趟。 刚才我楼下的邻居打电话来说,我的房间漏水了,已经流到他家里了,让我快点回去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来学校之前忘记关水龙头了。 四十四 书画人现在在哪儿? 四十五 书画人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四十五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明镜丝 明镜丝